陳時中根本從來就沒有過綠卡 他沒有的東西 你一直攻擊他 這個打下去絕對都是空的 你抓不到任何東西 第二就是說 其實這個東西 如果我瞭解的沒錯的話 是因為陳時中出了一本新書 新書講到他過去人生的經歷 曾經有這一段 那在這一段裡面 其實任何人當然都可以去評論說 過去留學的時候 曾經起心動念 想要申請過 怎麼怎麼樣 可是最沒資格評論的 就是國民黨 國民黨裡面上上下下 多少人不只是有綠卡 甚至是有美國籍的 是有外國護照的 而且甚至裡面還出了一個什麼 詐欺我們國家的公庫 叫做李慶安 當了那麼久的公職 最後來發現原來你兩本護照 根本是違法的 那國民黨有為了這件事情 負過任何責任嗎 我的印象中是沒有 另外國民黨也為前總統 叫做馬英九 他不是申請過綠卡 他是真的拿到過綠卡 而且他真的拿到綠卡的時候 他還沒有像蔣萬安一樣去填那一大堆 表格去放棄 馬英九從來沒有填過表格去放棄綠卡 他是後來被人家發現的時候 他拗說 因為我很久沒有用了 所以他自動失效了 那當然綠卡會不會自動失效 我不評論 因為我也沒有 可是你只要看後來蔣萬安的動作 你就知道了嘛 蔣萬安他第一次要選立委 他宣布參選的時候 因為他曾經有在美國長期生活的經驗 所以當然很多人就會說 這個蔣萬安是不是跟馬英九一樣 其實也有綠卡 對他被抓包之後 立刻去填了這個表格 後來他在酷解的節目上說明 他拿出他的放棄表格 你看放棄表格這時候都出來了 馬英九從來沒有拿出來過 他放棄綠卡的 蔣萬安拿出來 就宣布說 對他已經放棄了 所以蔣萬安是這個貨真價實 蔣萬安才是曾經有過綠卡 那候選人嘛 所以賴斯堡等人跳出來說什麼 遐揚自重啊 什麼我根本搞不清楚 我還以為賴斯堡在罵蔣萬安 對不對 根本就沒有的事情 然後你故意要把他安插上去 說你有綠卡 然後在罵你遐揚自重 完全搞不清楚什麼邏輯 賴斯堡他也是臺北市的立委 對不對 他在臺北市做了這麼久 然後呢 陳時中參選的起手是 先鎖定市政問題 說他臺北市政停滯太久 結果賴斯堡作為這個國民黨籍 臺北市的立委 他也提不出任何的反擊 那你還看到陳時中 他宣布參選之後 很快在一個星期之內 他整合了所有非藍營的臺北市的立委 在幫他做助選 但蔣萬安選到現在呢 藍營的臺北市立委 當了他的競選的幹部 沒有 除了一個林毅華 有跳出來為他講幾句話 包括費洪泰 包括賴士堡 那蔣萬安當然他自己這個 對於他立委職務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辭職 還是怎麼樣 費洪泰跟賴士堡一出手 就一直在幫蔣萬安 敗票失敗的敗 不是在拉選票 是在幫他丟掉選票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其實我認為 沙喀都的這個狀況 讓國民黨的整個競選 正角大亂 蔣萬安其實他現在的正角 已經大亂 抓不到方向 為了任何市政問題 他講不出什麼有建樹的 他講不出什麼 令人印象深刻的批評 只會咬著陳時中說 陳時中 你不應該辭掉指揮官 陳時中 你不應該來選舉 卻忘了蔣萬安 自己也是現任的立委 那在這整個的情況之下 你看他是無頭蒼蠅 亂打一通 那這個時候 其實我覺得陳時中 他今天的說明 我想也夠了 他講的夠清楚了 接下來我覺得他繼續回歸到整個的他參選的論述裡面 去告訴大家說 他來這邊要為臺北市來做什麼 我覺得在這樣子的基調持續下去的話 再搭配上蔣萬安的手足無措 然後有一些欄尾繼續幫蔣萬安流失選票 那黃珊珊呢 繼續挾著他的行政資源 在選區裡面走動 去走這些陸軍 我覺得到選戰的中後期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出來陳時中有機會往中間去拓展 而蔣萬安只能守住他自己深藍的那一塊了